2012世界空手道锦标赛 22号将在澳洲雪梨开打 中华队这次呢也派出坚强的阵容 其中年仅13岁的许元朔 曾经因为不能够接受父亲过世的打击 翘克又翘家 最后呢就是因为这个空手道 才让他找回了自信 这次出过比赛 他非常认真的练习 就是想要拿下奖牌 送给在天上的爸爸 专注了眼神 犀利的攻击 他是许元朔今年13岁 曾经空手道场是他和爸爸最常去的地方 但是在他国小一年级的时候 一场意外上天带走了父亲 当时心情低落到 我什么都不想做了 可是当我想起爸爸他对我的期望 他当初想把我带到空手道馆 就是因为希望我变强 所以我想起了他对我的这个期望 让我继续变空手道 让我变得更强 失去丈夫的许妈妈 面对未来不知所措 老实说他爸爸刚离开的时候 我是完全就是每天就是躲在房间里面 然后脑袋空空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他的变化呢 我自己其实都没有发现 后来是因为道场朱教练有打电话来 跟我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去上课了 他父亲在几年前过世以后 那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低潮 那他在道场在空手道里面 找到他的希望 幸好道场馆长朱雪璋这时候伸出援手 再度把许元朱拉回空手道 让他加入培训计划 也让他成为儿童班的助教 给他机会帮他找回信心 打出成绩来给他父亲有一个交代 在天上可以照看着他 现在的许元朱把对爸爸的思念 转为对空手道的信念 这是雪梨锦标赛 是他第一次出国比赛 他加紧练习 为的就是要拿到好成绩 给天上的爸爸看 爸爸我做到了你有看见吗